好了,搞定了 行不哦 我跟池子哥已经是成功的入住了我订的这家田园高端酒店 视线非常好 周边都是农庄和城镇 这些城市呢,还有个十来公里的距离 但是我们订的房间是真不错 因为这是属于一个公寓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卫生间 装修得非常不错 最重要的是我订房间呢 现在肯定要就有厨房 而且是气的,还在烤箱 洗衣机,水槽,微波炉,冰箱 冰箱里还放的一些水 没怎么开,刚开的 房间呢是两个可以睡三个人 这边是一个双床房 我就睡这儿 这边有一个大床房 池子哥哥就睡这儿 这边还有带一个阳台 有啊 过一会儿告诉大家价格啊 好像上个视频说过了 也就不用告诉了 挺好的 对吧 对吧 价格呢就是230人民币一天 230块钱 我刚才坐车过来的时候 看到这儿我还心有点凉 我说这有点太田园了吧 就没想到这么好 不错不错 就住在这里啊 一个公寓 还不错 比较圆生态 我们在这个伊斯坦布尔大城市待久呢 就想要到这样子乡下农村来住一处 感受一下 我们先往市里那个方向走 看一下什么超市啊 那种餐厅啊 什么的 这应该是个餐厅吧 不要放这么多煤气罐 不是卖煤气罐的 我这是个收煤气罐的 不要想太多 这是卖皮带的 烤肉 这边都是土耳其人 我们先转 先转 就是北塞普努斯啊 全部都是土耳其人 在这儿 这就是超市 这就是超市啊 那是个大超市 可以可以可以 那边还有一个更大 那我们先往那边走一点点 先逛一逛 趁着天亮 是吧 把这一带熟悉个地形 哦 这有卖肉的 看看看 我们可以在这里 获取到很不错的肉 好了 现在是卖菜的卖肉的都有了 是吧 也就是 药店 药店 明天就能开火了 这还是个小餐厅 不错不错 这家好一点 看到没有 这家应该大一点 高级一点 我们再往那边走一点 如果说没这么好的了 我们就在这吃 现在呢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北塞普路斯 北塞普路斯呢 很有意思 就是 这个国家呢 只被土耳其承认 就是其他国家都不承认 这个国家 只有土耳其承认 因为这个国家 这 我规模着 也就是个三四十万人的人口 就生活在 塞普路斯岛的北部 就是 土耳其控制区 它全名呢 就叫 北塞普路斯 土耳其共和国 这里呢 是因为 这 几千年来的 这个历史问题啊 一流问题啊 这里呢是住着 南边住的是希腊人 北边那住的是土耳其人 最后呢 因为各种问题 到后面呢 当时候 就是进城以后呢 在一些 比较重要的一些 什么 服务馆呀 或者是 那个边境那块 给大家讲一讲啊 今天就先随便说一说 就是说 北塞普路斯呢 大概 控制着 这个塞普路斯岛 大概百分之三十七的这个面积啊 这样的划分的 住了 全部都是土耳其人 这里呢 只能是从 几乎是只有从土耳其飞过来 它呢 几乎是对全世界 免签 就是不需要 不需要都说是什么 呃 你需要什么签证 而且呢 很有意思的 刚才不是给大家看了一个 那个小卡片吗 一个小卡片 就说 因为 希腊 算了一个特别严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 去过北塞 这个护照上 有北塞的章子的 就禁止进入南塞和这个 希腊 所以说呢 北塞就没办法呀 就出了一个这个叫做 令纸签 就相当于是 在你那个纸上 给你盖一个章 你什么时候入境的 你离境的时候 在那个纸上再盖一个 这样子的话 你的护照上就没有痕迹 对吧 就是你不说 谁都不知道 当然了 你们不说 希腊肯定也不知道 我来过这儿 我下次 应该是没有希腊的粉丝 我下次还能入境希腊 这个超市比较大 我俩走了大概十分钟就过来了 因为我们俩住郊区嘛 哦 真的这个 奔驰出租车 这是个银行啊 这行 还没有ATM机啊 我还想看看能不能迎联的 哦 就从这里 我们去买上一些东西 这个波泰好一点吗 没有黄叶子 波泰它是一公斤 差不多六里了 就是三块人民币一公斤 我说再来一把生菜吧 这个怎么一转捏的感觉 那再来一个菠菜吧 这都是菠菜是吧 好 这个黄叶子 有黄叶子的 这个还行啊这个 你随便挑吧 你随便挑一个 这个超市真的蛮大的 水果蔬菜什么的 啊 土豆洋葱 土豆洋葱 可以啊 真的吗 中国先生不知道做什么 我们现在去买点米 可以熬稀饭 然后今天晚上在外边吃 然后再炒菜还有什么东西 小葱 搞不到 小葱 小葱 它这菜好多啊这个 这个挺好的 比我想象的 不错 就是价格 就是比土耳其要贵那么多 好点红薯 红薯叶饭 这个这个这个太可怕了 茄子 36 就 18块钱一公斤 哦 这个物价真的是比土耳其的物价 要高的太多太多太多了 这个 我这土耳其过来的我发现 扛不住啊 这个红辣椒36 18块钱一公斤 哦 它这个物价真的吓人啊 对 我突然有一种到了季州岛的感觉 哦 真的是 什么的 看搁这红薯 吃个红薯叶饭什么的 估计当地产的 来 来上个五六个 主要这个便宜 才6块多钱 就是水果好便宜 当然了水果也跟土耳其比也不便宜 分种类 嗯 分种类 但是蔬菜呢还是真贵 这个是啥呀 这个 我真的不太认识 好了 看一下买上一点方便面 买上点方便面 什么的 哦 这也有这个土耳其饺子 就是这种的 它这什么东西都是跟土耳其是一样的 因为土耳其人在生火 你说这个 有烤箱烤是吧 对 这个是只是面呀 没有东西 我来我来烤 你能捣鼓吗 不然你有着想法 这些土耳其饺子 要不来上一袋土耳其饺子 来上两袋 这里头是肉的 当馄饨吃吗 不不不这个太小了 这里头连肉都没有 对对对 我们那天不是在外面吃的那个饺子 还有这么大个呢 好歹还有一块肉呢 这个应该可以 这个 这个个头大一点 是这种的 这应该能吃吧 买上一包尝一下 我就搜了一遍 就这个个头大一点 看起来里端 应该是包了一点肉吧 应该是 我看 大家都在这排队 买这个烤尖呢 然后一口气出炉了四支 我呢 一定的一支 应该是下一支 就是给我的 五十九块九 OK 这一支鸡 他送一份米饭呢 大哥 猜一下价格 五十 那个那个 你在安塔利亚买多少钱 一支烤尖 二十五 就是翻了一个翻 还往前滚了一点 就是 翻了一翻 还往前滚了一点 这边无价 真的是他价里面 他送了盒米饭什么 送盒米饭 有饼吗 这不是他涨价的理由 有饼吗 没有 安塔利亚二十五 还带这么长 这么宽的饼 拿那个饼把鸡包起来 怎么怎么怎么 你要习惯于 这里是 北塞浦路斯 上一次我们在埃尔兹鲁姆买了一口锅 就这样子呀 一模一样啊 这么大的 它这里要178里了 我们在埃尔兹鲁姆买的是 多少 八十 八十 贵了 真的是物价 翻了一翻 还往前滚了一些 我真的是个贱人呐 你知道他一个高路节牙膏要卖六十块钱 这个人民币三十块钱 就这么一个玩意 忍一忍吧 过两天李哥来 让他带个牙膏过来 这个我接受不了啊 这个价格 平常用的这个 这个倒没太贵 这个在土耳其也是差不多这个价 但是他一个高路节 别都要卖三十块钱人民币的 那谁售得了这个 不用便宜的你看不上 不是不是 你正常你看这舒适达的这种的 都是三十多 这只是小盒装的呀 这只有一丢丢 我们拿上两个意面的这个酱 再拿上一包这个意面 你喝汤吗 喝汤吗 不用了不用了 好 回去准备 图点意面一半 要盐吧 盐我有 盐我有 这种盐应该不太贵 一升油43 干蓝油多少钱 这比很多国家 干蓝油都贵呀 这个 干蓝油还便宜一点 干蓝油还便宜一点 那我还不如吃干蓝油呢 干蓝油才50多 这还是带玻璃皮的 这是玻璃皮的吧 还不吃 干蓝油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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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干蓝油还便宜一点 是吧 这个太贵了吧 这个 我们就不 煮那么高温炒菜嘛 那就这个就行了吧 这个米也是十块钱左右吧 做这种米 拿袋米 做个稀饭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绿豆啊 什么的 要是能煮出一个绿豆稀饭 那就功德无量了 好像 很多的这是红豆是吧 嗯 好了 就这个米吧 这个米应该能煮出稀饭 珍珠米饭 好了 走 差不多了 这些东西一买就是三百四十五啊 OK 多 回去多饭了 我估计外边吃也得辣贵 肯定比土耳其要贵一倍 我这个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就是没事干的 就不要跑这来了 真的 这躺不了平啊 真的 这土耳其可以躺平 真的 这这不行 这物价比土耳其贵了二点几倍 就有些东西可能贵三倍 你们想想一下 这东西买完在土耳其 我估计也就是个一百多里拉 跑到这儿要三百多里拉 而且他们用的钱都是一样的 你这个 你这个心都疼 走 这个物价太吓人了 这个物价太吓人了 走走 好了 收缓了 好 我们现在准备回去自己做饭吧 买了一只这个烤筋嘛 烤筋怎么贵 还是回来自己做饭吧 我把那个地面的那个酱料 拿油炒一下再加点水 炒一下的话 这边是煮的 这个面 说是冷嘴下锅十八分钟 跟池子哥学的 这个就害怕粘底啊 我这个锅 没有 我这个锅不是一般的锅 我就害怕粘底 这是池子哥研究的一个香蕉派吧 是不是 处理一下 处理一下 好 嗯 雨热好了 还有烤箱呢 烤筋烤羊排是吧 都可以 挺好的 好了 北塞普鲁斯第一顿 先来一只六十块钱的烤筋 先把这个酱拌一下 先倒啊 OK OK 好多 吃买的那个意面的那个酱 在北塞生活都这么艰难 那南塞的话还是欧盟 估计更起乎起来 呵呵 来过 反正只要这个倒来过就行了 嗯 可以 烤鸡 可以放到这个盒子 可以盖一盖 用盖盖 一口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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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我们两个如果想进城的话 还得找个公车 公交车 因为大地真的好贵啊 这样一算的话 我们从机场搭车过来 花了一百三十 折合人民币是 大概六十多块钱 才十几公里 六十多块钱 有十二公里 六十多块钱 折合人民币 一公里要一亿美元 这太像什么了 这个 跟黑非洲一个价格了 非洲有些国家搭车就是 一公里一美元多 它的物价确实高 嗯 嗯 那蛮不错 你打的真不易 嗯 你好在打了奔驰一级 对主要有可能是 我们搭的奔驰的原因 嗯 来吃个推腿 必须来一根泡浆 这还不辣 嗯 大概二十 预热了十分钟 然后烤了二十 二十二分钟时间 二十分钟 嗯 这是刚才那个派 嗯 有点炕 很炕 对 嗯 不错 中间加了一些香蕉 嗯 我也学会了 有一招 学一招 嗯 这个就简单 嗯 放点香蕉进去 嗯 二百一十度 二十分钟 嗯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对 谢谢大家